这个机器人刚从沉睡中苏醒 他打量着周围 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支架上 随着他不断地挣扎 手上的枷锁被震开 背后的电源和数据线也一并脱开 看着自己的机械手臂 机器人瞪大了双眼 仿佛难以置信 机器人名叫亚当 原本是一名重刑犯 因为法官网开一面 将他身体的器官 捐献给了十个不同的人 最后留给他的只剩一个大王 并装进了这个机器身体中 但现在无论他如何回忆 都想不起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就在这时房间的大门打开了 他急忙起身冲了出去 跌跌撞撞地往光亮的方向走去 出来后亚当最先看到的 是许多和他一样被判刑的机器人 以及高耸的城墙 亚当跟着人流往外走去 两边还站满他 手拿枪支的人类 他们大声驱赶机器人快点走 甚至还开枪朝地面疯狂伐射 看着身边一个机器人飞机 亚当连忙举起手 而城墙上的人类突然看向远处 接着升起闸门 转身躲进了大楼内部 没一会儿 朝他们走了过来 亚当好奇地走了过去 只见其中一人 将手中的权杖处在地上 接着对他们举起了一只手 一股无形的气流震荡开来 随后 所有机器人身上的控制器都陆续失灵 而做完这一切后 两个神秘人就转身离开了 所有的机器人也都跟了上去 走了很久之后 队伍中的一些机器人 渐渐开始出现故障 亚当试图拉起倒地的同伴 但对方故障实在过于严重 最后只有一小部分机器人 坚持走到了避难所 这时神秘人开始讲述大家的来历 原本他们都生活在高墙内的城市中 之所以忘记了过去的记忆 是因为被联盟消除了心智 一个重刑犯的定罪 可以挽救十个公民的生命 最后再将无用的大脑放进机器里 直到身体损坏 他们才能最终解脱 说完这些 神秘人喊来另一个同伴 让他唤醒这些人被抹去的记忆 只见他一抬手 对准了亚当的额头 开口就说出了他的罪名 领导起义军对抗联盟 听到这里 神秘人惊讶地站了起来 没想到无意间 竟然带回来一个大boss 后续的故事将如何发展 马戏团的看台上 小女孩不经意间吹了一个泡泡 想不到泡泡竟然飘到了 女演员的眼睛上 扑斥一下 女人吓得瞬间高空跌落 当场一命呜呼 为了避免惊慌 让观众以为是节目效果 医生换上了小丑的衣服 抬起担架从台上将演员抬了下来 而后台中 看着这一切的女演员对象 已经泪流满面 悲伤地转头一看 瞬间吓呆住了 小猴子正在扭动气罐阀门 冲击的方向正好冲向了他 下一秒 罐子就立马 将他顶得飞了起来 巨大的冲击力 撞得铁龙当场变形 男人也就此领了盒饭 而铁龙里正好关着一只 饿了十天的老虎 经过血液的唤醒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上了舞台 打算在这里开始干饭 看台上的观众都看傻了 女观众没反应过来 还想拍个照 结果老虎直接一个大逼动 台上还在眼睛刚的演员摘下头套 打算来一出英雄救美 可没想到道具火山一个喷射 男人当场丧生火海 马戏团的老板以为是主管搞鬼 直接将他推出了窗外 没想到主管直直地砸到了 赶往现场的警车之上 车上一个警察被吓的 一把子扯开了烟雾弹 随后警车混乱下 闯进了主舞台 马戏团瞬间变成了车祸现场 观众被吓得四散逃窜 而你能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小女孩吹出的小小泡泡吗 徒手窃钢管 意念盖房子 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地位却出在社会的最底层 为了维持温饱 他们每天都要去街头等待 普通人派发的苦力工作 今天 小帅和兄弟杰克非常的幸运 被一个人选中回家修房子 杰克是二级能力者 力大无穷能徒手搬汽车 小帅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经过一天的忙碌 房子总算是修好了 可房子的主人 却临时改变主意 声称他们只干了六个小时的活 克扣了他们一半的工资 小帅气不过 一板砖砸碎了他的车玻璃 房子的主人气愤不宜顺手抱了紧 这座城市里有4%的超能力者 普通人类为了应对 这些超能力者的潜在威胁 便利用战斗机器人对他们进行围捕 很快 警长也带着手下赶了过来 经过搜身和询问 何时两人确实没有 对普通人使用超能力 但小帅砸车窗的行为 还是触犯了法律 警长决定将其带回局里 眼看兄弟要被带走 杰克冲上去一把将警察掀翻在地 与此同时 站在一边的战斗机器人 也感受到了威胁 一把举起枪支就击毙了杰克 这一刻 双方机认已久的矛盾 终于在此刻爆发 只见小帅眼中 开始闪起蓝色的电光 血管中也流动起蓝色的电光 随着一身目的 一道电子脉冲震荡开刺 方圆十里内的电子设备瞬间失灵 原来他竟是一名 五级控电能力者 此时一旁的警长颤抖地举起手枪 可小帅并没有继续攻击他 而是转身离开了这里 本次小编推荐的三部短片 制作都非常精良 第一部亚当 是游戏公司利用游戏引擎制作的短片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炫尽 第二部泡泡引发的惨案 其实是俄罗斯歌曲的一个单位 采用的是蝴蝶效应的设定 剧情很有意思 第三部代号8原本只是一部概念片 但随后制作成了完整的电影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小编之后可以继续解说完整电影版本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三个小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